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為孩子先加入同班 那我是以家長的身份去參加活動 那當下我被那種活動也感染了 那我覺得說我應該跟孩子一起學習 所以在84年底的時候我就加入兒童班 我還沒有進入兒童班之前 就在家裡照顧孩子跟做手工 我進入兒童班之後 電腦我是都不會的 但是因為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讓自己會去摸索會去學習 我從一個內向不敢上台 到現在我可以上台 完全不會去策劃活動 到現在呢承擔核心的活動 為了要去帶別人的孩子 我學會去傾聽 上人說沒有教不會的孩子 只有你找沒有找到方法 那上人也說啊 沒有那個沒有飛不起來的氣球 除非這個氣球沒有氣 那我想每個孩子就像那個氣球 如果說我們給他鼓勵 其實他都會朝好的方向 從每一次挫折 那自己去找方法 那我也找到我跟我孩子相處的方法 將近17年的時間 我比讀了一所大學還學到更多的東西 受益的不是只有孩子 受益最多的是我 上人的見識語裡面有一句 君子如水 誰方救援 無處不自在 那我希望自己就跟著那個 像那個水一樣柔軟 在哪個地方都可以很自在 自己在遇到挫折的時候 就會拿這句話來明明自己 謝謝